循環是這樣的 但是現在你看到 這個惡果就自然是這樣 但如果你說 大陸的樓價再跌四成 我們一開始問的問題 這個陳啟宗問題 陳啟宗難題 香港要配合大陸國家 而問題就是大陸的樓價 都是無序地跌下去的問題 大家一起3-4 所以就一起3-4 所以可想而知 大陸的樓價不下跌的時候 你再貼著大陸的樓價 在一個 中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一個這樣的大灣區 就抱著一起死 香港的樓價已經不斷跌下去 現在大陸的樓價在拖累香港 因為很多人為了走資 在岸大陸的樓價買香港的樓價 年輕人來說 或者沒有錢的人 會有很多怨氣 有兩件事 第一,這個很好笑 老鄧最近做了一段影片 所謂的黨慶 最近是黨慶 7.1黨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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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村官大吃大喝 被村民看到 追蹤他們去哪裡 去大食會 你看到這個村民 你過生還是黨過生啊 我以為你過生 我以為你過生 現在真的追蹤他們 是不是尋釁之士 如果你說在香港 可能就會犯了國安法 你試試追蹤誰 你試試追蹤 鄧炳強 去哪裡吃飯 煽動 就是煽動 是不是煽動 現在有個統計 走出來 就是說 國安在用煽動 去取代國安法 這麼爽 這麼多菜 其實呢 如果我看回以前的官員 菜式多 就不一定很好菜 其實等於幾十個 兩頓飯 一碟 我看上去 又不覺得特別好 起碼沒有大魚餵饅頭 一碟菜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你一圍的人 肯定是吃不完 但是你都叫這麼多 這個就是習近平強調的 叫什麼 車尾之鋒 其實是普通農家菜 如果 川書記 以前我知道認識的 那些 就是又吃海鮮 然後 你起碼一條大班 全部都是 很小碟 很小碟 吃癡 那些大盆 中間有一個大盆 沒有啊 但不是 現在大陸就是這麼厭世 就是這樣 你有矛盾的時候 就會追擊那些 有錢人 由他一官 另外這也是厭世的表現 就是 就是 仇官仇富的表現 胡錫進 最近有 吃蛋炒飯 他出了一個蛋炒飯的帖子 共產黨追擊王剛追得這麼開心 王剛就是早派 就是這個什麼美食家 美食家王剛 最喜歡玩元素周期表的 是啊 他在Youtube 就開了一個頻道 就是王剛 王剛師傅 教你炒充 教你很多東西 是不是 早前 就是因為 做個蛋炒飯的視頻出來之後 然後 就被人追擊 暴吊 就是毒杯 就是化學蛋 大哥 就說他 就好 就是這個 叫做 叫做 是 就是 毛岸英當年 就是這麼狠狠 吃個蛋炒飯 給美軍 定點 這樣 定點 這樣 就射殺了他 蛋炒飯 是共產黨之痛 尤其是 所以基本上 就是 你自己煮蛋炒飯 沒問題 但是如果你拍了照 你是敏感人物 拍了照 去 那些小紅書那裡 你就一定會被人移動 這樣就叫做 侮辱英年 是 那時候就是 因為覺得 毛岸英是英烈 不是毛岸狗 對於我們來說 他是一個毛岸狗 打仗時期 晚上自己偷偷地出來 蛋炒飯 你都很笨 但反過來 每個兵刁連 都在吃 薯仔 你胡錫進 你胡錫進 你是不是又在那裡玩東西 又在那裡侮辱英烈 當宵夜 送給網上的朋友 就是跟人家分享 包括京城 罵老虎的網友 希望大家彼此尊重 你說這些什麼 現在 這個不是他 不是說什麼 是整個共產黨 的回歷標 你經常玩得這麼左的時候 當這種左風四起 自己推波助瀾 有份在那裡批鬥人 玩文革的時候 這些左風最後 其實大家都不滿的時候 見你出事的時候 大家就會落井下石 這個就是現在 大陸什麼都不相信 尤其是年輕人 不相信 以往 老一代 那種累積財富 成功方程式的時候 所有事情都否定的時候 我現在是對你一班人 都否定回頭 追擊你 是吧 玩東西 是吧 這些就是世代矛盾 來的 其實是 還有 就是說 那個前景就是 今天 不知道明天是 你官方公佈 才說十幾% 青年失業率 但是問題 我自己本身 都被你們 那班老闆 欺負的話 我要保護自己 那又怎樣 盡可能要償錢 我知道我自己 可以用的資源 都被你們 那班人罷了 那 有些人還 還笨笨笨 完全不知道 什麼回事 就是 楊潤雄 還在那裡 還在那裡 盲頭烏鷹 還在那裡 盲級大陸那些客 窮西客 窮遊客 人家都降級消費 還說訪客人數 現在的訪客 大陸人 人均消費和疫情 不差得很遠 這個人還在發夢想咎咎 真的有這樣說 很多 check room的網友都說 今時今日香港 死要面 所以才狂級這些 小紅書客 但其實他現在都開始台 因為現在 慢慢都覺得 開始出事了 你有社會的 你有社會成本 有這麼多人蹲在街上 左街 關少娘 剛剛才跟我們說 現在兩頌飯都在收拾 香港很嚴重 兩頌飯 現在就吃杯麵 現在是沖杯麵 現在是輕沖杯麵 一個先都不給你香港賺 現在的網法 你想想 現在年輕人 玩到十元一天 下來香港 他便宜你五草 問題是已經便宜你 那你是不是要反省一下 是不是再做這些客 現在我只見到楊潤雄 他都開始 慢慢搬龍門 現在人數來說 已經回到2018年高峰的七成幾水平 這些就是盲目追求數字 現在本身就是 現在就說不應該再盲目追求旅客數字 是你盲追了這麼久 之後自刮一巴 不應該再盲追了 就說呢 今年訪港旅客的人均消費 我告訴你 五千八至九千五千九 大陸人會 大陸人的零頭也未必有 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這個平均數 是怎麼來的 其實是怎麼統計的呢 自己欺騙自己 自欺欺人 還要在推銷 無處不履油 還在搞打卡經濟 現在你在推銷這些東西的同時 也都見到 李根興那些 不斷推銷大陸人 下來香港那裡開店 你現在打卡 就打到這樣 打這些 這件很靈堂 這件很靈堂 剛才那個巨石鎮真的很頹 不直接頹 不知道是怎麼來的 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 你真是好地地 你真是做這個世界之槍 都沒有那麼生氣 你現在要找什麼充氣 充氣為止 又是得淡笑 說完之後 是得淡笑 那現在呢 其實大家都在講 這些就是今天的47人案 今天就沒什麼時間去講 東陽振珠都在講 現在醫療專業行業 吃政府才找到 吃零售飲食全部 都有一些數據 告訴你 今時今日 整個香港 是靠政府開支去頂住 即是私人投資 和消費大幅度萎縮 剛才楊潤雄說 每個人人均消費五千多元 現在你問香港零售管理協會 即是謝休安兒就說 大業主商場很清楚 現在零售業是面臨什麼狀態 我們看到最多的就是動租 動租也是不夠的 或者逐約的時候 減租或者是寬免 問題就是現在 你說減租、寬免這些 都不夠我們現在做生意 生意壓下滑的狀態 所以其實現在就告訴你 起碼減租三成 那些高增值的零售 就沒有得做 所以現在才搞到 這個什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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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 差不多 但我這麼說 商場 收皮這些 全球性 阿欺比都貼出來 也都說 全世界不是他一個死場專家 英國有死場專家 美國有死場專家 但英美國那個死場專家 他們強調的一樣 當你Amazon取代商店的時候 你死場越來越多 香港這麼集中 你反過來 香港的購物體驗應該是好過英美的商場 但為什麼都要搞到這樣 是這個商場 以至到整個政府的問題 現在無論香港 大陸也好 經濟就是抱著一起 所以 最近高盛 高盛說 對沖基金這兩三個月 起碼大陸就狂沽貨 如果你說沽中國股票 起碼沽了兩個月 全球性都是這樣沽 但有些地方受惠 如果整個東南亞 其實那些新興市場是正在受惠 很多使用IB的網友都在說 如果你買日股台股的話 真的很好賺 現在主要是台灣 台灣那邊 台灣還有日本 野村說日本會受惠 因為其實現在的資金在中國走 高盛說 對沖基金 他們自己就統計到 對沖基金 上個月 其實本身全球來說 是連續第三個月賣出全球股票 只有少數的贏家 但是全球來說 至少兩年來 是速度最快的 但是如果你說贏家來說 就是南韓 台灣 是淨賣入最多的市場 但是 如果你說全球來計 原來新加坡 都估得很重要 新加坡 澳洲 香港 和日本 新加坡 一向的人投資新加坡 不是投資股市 新加坡主力是做外匯的 是 做外匯 新加坡 澳洲 香港 日本 為首 都是淨賣出最多 北美和歐洲 名義上都是淨賣出 只有少數的贏家 就是南韓 和台灣 或者日本 六月份 新興市場 是名義上 買入最多的市場 亞洲的新興市場 現在你說亞洲的新興市場 以往就是中國 算是一部份 但是現在中國 跟亞洲的新興市場 就要分開去看 之前iBank也是這樣說 中國的市場 是被遺棄的 就是紅燦資本的做法 總之拆開中國 中國與世界 如果你要再慢慢分開 中國都一定要跟東亞 或者跟東南亞拆開 是啊 所以現在高盛就說 過去七個月裏面 六個月 亞洲新興市場是淨賣入 只賣出 主要是賣出中國 而中國 的ADR H股 淨賣出是超過了A股淨賣入 野村就說 大量的資金 由中國流出 可能會 很可能會流入日本的股市 這個就是印證了 李老師不是 上個星期 他在說的是 今時今日南下的資金 是遠超北上的資金 很多人透過香港走資 香港仍然有成交額 但很明顯是用來走資 彭博引述數據 他就說 現在呢 六月份至六月 OK 主要透過香港的渠道 賣出了494億人民幣的境內股票 另外 高盛自己怎麼看呢 高盛集團財富管理業務的 投資長 拉克曼尼 他就說 我們所有的客戶都在問這個問題 就考慮到 現在中國 那些股票 看起來好像很便宜 但問題就是 現在便宜還便宜 可能PE很低 早兩個月 我們才講的 J.P.Morgan 他講的一件事 價值陷阱 價值陷阱 是不是已經離空盡出 那些壞消息是不是出盡 壞消息出盡的話 你就可以駁去V型反彈 但是 高盛這個投資長 就說 現在我們的觀點就是 千萬不要碰中國的投資 主要有幾個理由 第一 尤其是未來十年 主要就是未來十年 中國的經濟 是穩步放緩 這個就是肯定的了 而他們見到 中國是面臨著 房地產市場的衰退 反過來 MN就在說 不如買印度買泰國 是 這個是 內房仿佔街 內房仍然是去槓桿 然後基建 基建也是投資疲弱 即是沒有新錢入 現在都不敢再去玩這個基建狂魔 還有出口 主要就是出口不行 出口不行 就是什麼都假 美國抽單 你經常說 你又說什麼 現在很多廠都在玩這個 China plus one 你這麼壽視中國 現在 你沒有了美國這個市場 又不行 但現在美國 就可以沒有了你中國 就沒問題 他可以買很多墨西哥的東西 墨西哥就是做一個新的世界工廠 馬西哥加上印度 這個有岸外包 有岸外包 你說的這件事 也是Donald Trump的遺產 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獨院條款 是的 還說 現在主要就是 中國的政策 制定是缺乏明確性 不知道他在搞什麼 不知道他長期的大方向是怎樣 你沒有明確性 市場最討厭就是uncertainty uncertainty就是risk 是不是 我不知道 你又趕走 你又說他們什麼間諜法 他們做經濟間諜 又說刺探中國的經濟機密 什麼都看不到的時候 最好就不要投資了 我寧願去找一些 有把握的 透明度高一點的市場 新興市場 是不是 印度也比你中國好 是不是 你現在越來越 就不友善了 你對外資是 說的一回事 做的另一件事 而你本身 其實失業率高 都未常不是一個好處 就是便宜 中國可以重新返回血汗工廠的地位 但問題就是說 現在主要是政策問題 講到尾就是一個人的問題 就是習近平的問題 習近平就是中國的經濟獨立 因為其實他就是國安大癌細胞 就是房產問題 當時發到慢慢發 那時候就是講習近平剛剛開始 習近平跟李克強一起推銷新常態 但是沒有想過要解決房地產的問題 你現在又全面管治權 玩到香港又變得跟大陸一模一樣 這個呢 以往香港都可以幫一幫你 你跟大陸隔開 兩制優勢 制度優勢 這些事情 現在呢